中方的公开发表论文披露 中国正在模拟打击B21隐形轰炸机 美国空间的B21隐形轰炸机在11月份实现首飞 美国媒体在报道的时候虽然大肆吹嘘它的网络战能力 与无人机的协调作战能力 多用途功能等等 并毫不隐晦地称它是美军未来在亚太地区对付中国的杀手锏 但是非常明显的是 这一次美国媒体的报道 普遍没有30多年前B2隐形轰炸机首飞使得兴奋 因为无论怎么样的吹B21 它也比B2要小一号 很可能还没有中国未来的轰二连大 根本做不到遥遥领先 美国没有继续造B2的改进型 就是因为国力不济 中国当然没有小看B21 我军一直在研究对抗B21的方法 除了常规的战术和武器之外 我军也在研究新武器 新战术 新战法 在最近的一期航空航天学报上 刊登了有西北工业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撰写的论文 这篇论文对探测和击落 类似B21轰炸机这样的隐形飞机的新战法 进行了仿真研究 结论是非常有效的 论文假设我方使用了 具有可以探测热量或电信号的宝型蒙皮的隐形战斗机 无人机和具有可调节固体燃料脉冲发动机的高超音色导弹 并充分发挥了人工智能在空战中的潜力 表明OODA径环中的D 也就是角色权 可能在飞行员 无人机和导弹之间迅速转换 需要开发能够在各种军用平台上运行的强大人工智能的散法 高超音色导弹可以从上向下攻击机动性较弱的飞机 当然这篇论文章所假设的武器多数还没有露面 不过我们已经公布了东风时期这样的对面攻击型高超音色导弹 已经开始大批量的生产歼20隐形战斗机 在AI领域的研究也位积世界领先水平 我国本身就是一个无人机生产的大国和强国 因此这篇论文中所描述的这些新型武器和技术 很可能是确有其事 但是即使没有这些新技术 隐形飞机也早也不是什么突防利器了 现有隐形飞机的隐形外表是为X频弹的雷达优化的 对于波长更长的电磁波 尤其是米波频段的电磁波 其隐身性会大幅度的下降 当年Cosu战争时期被击落的一架F117战斗机 就已经证明使用波长时档的雷达或时档的战术 是能够有效的探测锁定隐形飞机的 这已经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常识 固然经过30年的发展 现代隐身技术肯定比B21的有所提高 但基本的物理定律是无法改变的 我国早已经建立了些完备的反引伸雷达体系 甚至已经开始对外出口 美金早就意识到在东风快递的打击范围之内 在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之内 对美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基地是安全的 也没有任何大型的舰船是安全的 因此近两年美国智库所设想的 能够在台海战争中击败解放军的战术 基本上都是使用隐形轰炸机或者核潜艇 抵近第一岛链发射大量的远程反舰导弹 LRASM和战斧巡航导弹 用饱和式的攻击集成解放军的渡海舰队 B21的基本任务就是这个 除此之外 根据B21公布的照片 媒体还猜测它应有两个较小的弹舱 可能是用来挂载空内空导弹的 这意味着B21的任务能力是多种多样的 很可能作为无人机的操作节点 指挥有人无人机空战 这对未来的空战形态可能会造成重大的转变 因此我们虽然不必被B21瞎住 但确实也需要重视它 研究它 寻找对付它的合适的装备和战术 这一次航空航天学报上的论文 仅仅是冰山的一角 未来我们必然会看到更多的 对抗B21的装备 或战法出现 好 这句话节目就说到这里